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作品 我觉得我很想 我主要很想知道作为导演你怎么想 因为当时新闻报道里讲 内蒙古那边判了一个案子 74个人涉案 这74个人干的是什么事情 就是忽悠人到下矿 然后害死他 害死他 然后冒充家属索要赔偿 就是完全是盲警式的这种犯罪 涉案74个 这74个大部分人都来自于云南昭通的一个镇的一个村 然后这个镇上就出了公告 就是因为他们这村好多人干这个事情 但出了公告 这个公告里面就写到 说这个村民正是看了盲警 学会了这个招 所以我很想把你找来 你是什么感觉 我感觉有点非常奇怪 有点穿越的感觉 因为我怎么说呢 盲警其实因为各种各样原因 没有在中国正式上映 所以呢 这种盗版碟居然已经跑到 13年之后跑到这个 招通 招通 这个农村农民能看 我不能说我很高兴吧 但是确实这个传播这么广 对我觉得也是觉得很那个什么 李导师 我变成这个发财 发恶财的导师了 但是我也觉得奇怪 他们真的是 是看完盲警之后 去犯罪呢 还是因为拿这个说事 就是因为可能说一个人杀人 他说不是因为我杀人 我别人告诉我 那个刀 卖刀的告诉我 他不仅能杀猪 也可以杀人 所以拿刀砍人了 他是怪人卖刀的了 我现在很复杂 我的心情 心情很复杂 李导师 我觉得我的看法不一样 我是在国外看你的电影 在加州 那个太平洋电影资料馆 在那看的 看完之后 我就联想到 我年轻的时候下过警 你下过警啊 是 我亲戚 我父亲的妹妹是在煤矿工作 她是属于矿山机械配套的工程师 所以我跟着她主要是好奇 然后看了你那个盲警之后 我突然觉得后背冰凉 原来那底下那么可怕 浅腹子这么多恐怖的 我那联想就连在一块了 矿工可以怎么样做 你这个实际上缺少一个立法的问题 就是一个管理的问题 但是呢 如果我就不能想象 假如我也在那个山村 在昭通 看到亲戚 看到邻居这么做 我估计他们也是有一种联想吧 不是说你真的知道 你当时下井下得多深呢 下得很深 下到最下面 一个女孩子 你不害怕吗 因为有一个姑姑是做这个工作的 所以你当时感觉是什么在里面 好奇 害怕 水淋淋的 带着矿灯 黑乎乎的走下去 但是很快就让我上来了 过了瘾了 你赶快上去 听说这个矿工不愿意 就是说女的下矿 他们就特别忌讳是吧 但是有女工程师 那个时候 对对对 因为其实在矿井 因为他们一直 中国的传统 或者不能说迷信 或者他们认为女的下矿 甚至不能到矿洞 会带来这个灾难 就女人下矿 带来带来灾难 其实中国一直到49年以后 是尝试着组织女子矿井队 但是呢 昙花一现还是不能下井 因为可能各种传说吧 但是你看就盲井这个电影 拍了这么多年 当年得了英雄奖 是吧 但是你看这种犯罪 到今天还在继续 而且我在这个里边 你知道有 我看到有一个女的 那个村里的 好像叫什么宋顺群 那名字我不很确定啊 你说他 我有时候觉得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 就中国这个 偏僻乡村里的一些个 人际关系 一些状况 有些事情啊 比如说啊 他是 这个有一个 他们村里有这么一个男的 这男的前面两任 婚姻都那个离散了 于是呢 这个女的就接近他 两个人就好了 然后好了之后 等于说虽然没办事 这也就等于是他老公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姓宋的这个女的 他是有目的的 他把他勾上的这个男的 带到外头去下矿 带出去的下矿的第二天 他就跟同伙把他弄死了 然后伪装成他的家属 领了七十多万 七十五万的这个赔偿 哎 你说这个这个一个村 按说他怎么会是 你能理解吗 其实我我能理解 为什么就是在现在在拍盲警的时代 实际上也也会 那个时候我在0203年的时候 我采访很多这种类似的犯罪的 这种情况都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那么实际上 这是跟人 现在我们的人做人的底线 道德底线 以及我们的法律意识 以及把钱看得最重要 他变成钱 他一切目的 不管用什么手段 他就是要拿到钱 要改变他的这个生活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 他因为跟这个 不管办门办事 他已经所谓的夫妻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反而容易拿到钱 因为他是甚至有些女的 随着丈夫一去 一块到矿上去打工 那他不下井 他在矿区 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夫妇 那么之后一星期 或者是十天八天 就把人做掉 那这个老板就这样 但实际上这种事情 一直在发生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这个罪恶 没有广泛的曝光 其实很多的罪恶曝光之后 大家会引起一个话题探讨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种罪恶会慢慢的消除 还需要一个社会制约 当然了 必须有社会制约 因为如果我们身就想问一句 为什么矿主不报案 矿主如果报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矿主是要赚钱的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 后来呢 这个男的给弄死的这男的的儿子 又去找矿主要钱去了 矿主就很委屈 说我那边已经给骗了75万了 但是最后他还是给了20万 他就觉得你看你们家前后 甭管是骗的还是真的 弄了我已经差不多100万都赔给你们了 对 实际上这个刚才就是老师说的 他后边的一个机制 怎么样机制让矿主能敢于去报案 这个我是觉得其实仔细看一下 盲警的时候中间有一些台词已经反映了这样的问题 就是实际上在基层办煤矿 尤其这种不是特别专业的煤矿 发生问题之后 他如果去报案之后 他的损失远远大于这个赔100万 你还记得你那两个人在办公室对话的吗 对 所以这个就说 那个实际上说的更真实 因为一出现煤矿事故的时候 官方的第一反应基本上就是风景 但是煤矿一旦被封 停产整顿的时候 什么时候整顿完 什么时候能开业 什么时候那个几十个章子 甚至那些各个部门的打点的东西能做完 你要知道煤矿一天停产要能损失多少万 对不对 那你那意思要解决这问题 就是你让鼓励矿主你报案 然后不封你的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他有一套整个的机制和 因为这里头有很多灰色的东西在里头 在这里头有很多灰色的东西 当然这个事情因为机制的部门和监督 不是你说来了就封 那你什么情况下封 不能说所有的都封掉等等 这个机制 这个是需要 我是觉得一定是要有一个法律程序的 如果仅仅是说有人杀人来 我们抓杀人 这个事情还会发生 所以我是觉得 为什么盲警如果大家看的时候 可能会能隐约的感觉到 他为什么呢 矿主的心思 他为什么说 我记得我那个台词说 那时候矿长报案吧 他说别报 别报 报了那帮人来了 比他们还黑 是 那段话我印象太深了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如果人们来电话 没问题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 我们再on 看到 我们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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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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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一個 我们下一个 咱们这个曹老师很有心思 他专门找来了一段这个老片子 是吧 只有十几秒 讲的是什么 当年美国的 美国淘金热的时候 淘金热如何一个懂法律的人 他犯了罪了 他被关起来 关在旧金山旁边的一个监狱岛上 然后他就逃掉了 逃掉了就去淘金去了 淘金之后呢 他就成了一个罪犯 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法 他在一年当中杀了一百多个人 他把这些人的金子全拿到手了 那么当时呢 最有意思的是 当地的很多逃犯都在那淘金 这些逃犯当中的有强 有力量的或者有影响力的人呢 就组织了一个团队 来制约其他人犯罪 他们中间还有一个暗语 叫high minister high minister 大概就是也可以说是很高层次的管理人 或者什么他们自己之间的暗语 我属于这个圈子的 他们就是他们自己是逃犯 他们组织起来去制约逃犯在当地犯罪 就是你刚刚说到那个机制 一个社会机制的制约 当时美国社会没有这个机制 因为在19世纪 可是他们自发的组织了这么一个 咱们看看这一段是什么 逃掉了 逃掉到了这个地方 哎呦真是 所以你看在我看这个让我感到一个什么呢 我们经常说啊 这个中国其实要不说现在还不能说是一个法治建设的多么好的国家 以至于出现这种事的时候 包括看盲警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国家还存在一些法外之地 我觉得你看有个词叫法外之地 还有一个词叫化外之地 也有些地方这个人啊 你就觉得他怎么像动物一样的关系 不像是我们理解的 人跟人 你不说人是有道德教化 或者说有一些良知 但是为什么 有些情况下 就说这个杀人 或者弄一个智障 咱们弄死他 这个弄死这个人呢 怎么是这样的一个容易 不就没有 文涛我觉得这个昭通这个村子 有点像梁山那种感觉了 孙二娘的感觉 不但弄死他 还把他做到包子里 就是社会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对 就真是画外之地 其实跟农村这些年的整体的关注 我觉得有关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攀比的这个 因为那个地方本来都是土坯坊 突然有一家人一年就盖起了三层小楼 那么这个就是有一种带动作用 他只看三层小楼 而不看你用什么手段来挣来这三层 我觉得你那个盲景那个电影 当时让我觉得奇怪的 你比如说你像我们河北 也有往那个什么三聚青岸里加奶粉 是吧 就那种 那种吧 就是我能明白 包括做这个过期食品 他跟他所害的人 毕竟没有直接的见面 对吧 你可以说他没心没肺 三进天亮 但他毕竟没有直接见面 但是你这种就是盲景的这种啊 哎 你说这个人对拿石头 大石头 砸退 大石头砸死他人呢 怎么对这个事情就就变得那么样的容易吗 他他是这样子 因为在有些小煤矿里的话 他的安全设施是不达标的 他通过金钱或者通过各个方方面 把这个安全生产这个合格这拿到了 但实际在煤矿底下 我下过大概有三十多次井 每个井不同的 因为要踩井 已经要了解这个 所以他是不达标的 甚至有的矿井 他就是这么小的树枝 那是非常危险 你下到井底下 经常听到嘎吱嘎吱的这个抵押声音 那么这是有安全漏洞的 再一个就是法律漏洞 更重要的 我是觉得刚才像美国这个情况 在中国依然存在 因为到矿山去打工 招矿工啊 是其实不太容易的 很多都是有一些前科的 甚至犯罪逃犯 什么都不要 你来干活就行 谁都不问 大家心照不宣的 就在那个很多 因为那个地方很偏僻啊 就基本上你到那矿上 没人管你 你出多少煤 老板给你多少钱 所以呢 变成了一个 刚才说的法外 啊 之地 老板是不管你的 老板是不管你 老板也雇用了一批人去作为管理者 看互相较劲 在这个时候呢 他很多事情呢 不是通过法律层面去解决 就是我们私下解决 解决 尸体拉走 火化 跟我就没关系了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逃避很多的事情 那么所以就以致造成这种事情 人觉得犯罪很容易 我杀一个跟我没什么关系的人 我把他一下就敲死 制造一个矿难 老板也说不出来什么 因为确实塌了 这个地方塌方了 他造成一个塌方 因为底下煤嘛 撬两块煤下去 把这人砸死和砸 拿铁锤砸是一个效果 所以你知道 就说他这个村 就是我看了一些分析 说到底怎么是走上这条村 五十几个都是同一个村的 这是有干部 他那个 我看到那个就说 因为一个人死 最重要开死亡证明的时候 要有一个村一级的 要有个章 所以有一个当时的一个村干部 也参与着了 我得敲这章啊 我得证明这个 因为拿这个章才能到排除所 说可以死亡证明 说确实证明这人死了 那么这是一整套的 一系列的东西 所以有甚至干部参加 在美国经常会在报纸上 看一个犯人被判了 联邦政府起诉他 二百六十五个罪状 当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觉得搞笑 怎么会有二十二百五十个呢 如果这个村干部 那真能起诉他二百五十个 当干部不作为了 这个叫什么 滥用之前了 伪造政见了 伪造别人死亡了 然后作为村干部 你不遵守指手了 那你能排一排 他的犯罪代价太高 这个村干部不知道了 所以就说我就看这个分析 就说这条这个村的人 是怎么走上这个行当的 对吧 当然是一方面是你教的了 对吧 主要不是 大家就是说啊 说是你看 他走他走过了这样一条路 最早这个村啊 种地反正种不出钱了 生活都是贫困 于是呢 就是去做矿工 于是呢 有人死了 这次是就是开头是真的 一旦发现 当矿工家里死的人能拿着钱 再接下去就开始说 我们制造一个死亡 对 我们从哪弄一智障来弄死他 这就成了一个行当 但是后来人说啊 这个村并不算最贫困的 有更贫困的 怎么也没干这个 他们干嘛 后来他们发现一个原因 就是中国基层农村里赌博 特别疯狂 这个我不能了解不了解 就很多人不是说穷啊 而是当地人都在都非常好赌 是 尤其很多偏僻地方 他们比较好赌 因为还是不想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 所得要想挣快钱 这种心理在不仅仅在农村 其实在城里也很多的中国人都希望挣快钱 比如很多的通过不同不正当渠道来做 要挣大钱要很快支付 其实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整个我们的文化 现在文化的一个缺失 我跟你说你甭说这个穷人了 我当年的这个老朋友 有一个我已经很多年没见到他了 那当年也是家财俱万的 就是赌球 这个人失踪 我们很多年不知道他 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曹老师您说说 我觉得这个最让我感到恐怖的是 这个村子里没有人劝说 没有人从相反的站出来 从正面来引导他们 比如说鲁迅阿Q正传 你记得阿Q到了城里 带回来很多衣服 在村里偷偷地卖 有的人就让他买 买 从他那买 有的人就再不许阿Q上门 他在一个村子里分成两种态度 这个村 咱们这个昭通 这个村 就居然没有抵抗的 居然没有不许跟这帮人联络 而且把他们当作英雄 把他们当作致富的 这个时期的 叫什么 骑士 这个时代的弄潮儿 就看见回家盖房子了 是啊 都看见这个 就没有人问过他 我听说 村里人对此 就是有一种含糊 就是好像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人心理 就是说 大概知道是这个事吧 但是大家也不大提 因为你知道吗 就不愿意把 就好比说咱们几个朋友 我知道你是杀人越货的 但是我也不会跟你问起 我也不会跟你这个 我当然不会跟你举报 就是这么一种心理 你看阿Q 鲁迅那个时期 他关上门 我不再跟你来往了 这个态度很坚决 可是这个村里 我没有看到这种不来往报道 我倒想 有些人呢 我看到一些报道 就有些人从此 不再去矿工打工了 确实就是他因为害怕 我跟你一块去打工 我也就回不来了 有些人呢 就把这个话题不谈 所以他们当时说 是一叫敲猪将 对 敲猪将就杀猪的 杀猪一样的 那么他们私下这么说 他们不把人当人嘛 不能说 那么实际上这是中国文化中啊 我们不好的一面 就裂根的一面 就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顶多我 进而远之 我不忘 不跟你凑了 但是也不去 去把这个事说出来 如果我们追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因为我不挂起 给我带来的麻烦 比我帮你 要多的多 我没法承受 这又是一个社会制约的问题 比如说马路上 我见到一个人摔倒了 我是拉他还是不拉他 我走了 我没事 要是在其他国家 它可能叫做忽视制人死亡罪 有这么一个罪 证明了你在场 你没帮他 你没救助 你都忽略 导致了他的死亡 那你就不敢走开 你走开的责任 要比帮他的责任大 确实是有这样子 包括 其实美国有一个电影 这个 当时那个女主角 也获得了奥斯卡 最佳女演员 叫被告 实际上最后 那个电影 实际上因为大家 没有办法去 去找到证据 来起诉 他们自己失败了 因为起诉 那个强奸的人 到底是强奸 还是他们互相怎么样 但是最后 打官司打赢的是 把旁边鼓掌和呼啸 和鼓励别人强奸的那些人 判了 使得这个案子一下翻过来 觉得 这个确实是这样 这是一个社会功德 和我们建立一个法律体恤的事情 当然中国 由于我们的发展 其实我们还缺失很多东西 我是觉得 就是咱们这个天良丧尽 怎么有点 就是说 这个是一种什么发展阶段 你看我又想起 就是说是 我昨天又看这个新闻 中央台又报了 这是个塑胶跑道 你知道吗 就在河北 这是离北京 几百公里远的地方 拿那个有毒的 那个塑胶工业废料 那个废旧轮胎 就拿那玩意做的 但是你这个是一条龙 首先你扑这个 就是贪便宜 大家都在贪便宜 然后就学校 就把这个孩子毒的 都毒成白血病了 你说 其实我觉得 不仅仅是贪便宜 这里头肯定是 后边有很多的幕后的东西 如果 一个包括一个学校的财务的监管的问题 包括财务的一个东西 如果没有人监督 这个肯定是 里头我相信 以百分之百 后边有幕后的交易的 如果没有的话 不可能一个读 不问 没有一个功利的这个东西进来 如果这些东西废料 如果 比如说校长怎么不麻 这些东西铺他们家地板呢 哎 就是 对吧 这个时候他就会出来 哎呀 我要什么第三者 你们家装修 你怎么那么假权 你都不行 对对对吧 现在要追问的就是 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弥补措施和惩治措施 跟上以后 他不会有效法的人 如果没有任何措施 换个地方 再再重启炉灶 那还有很多毒跑道 我你说我现在有一个错觉 是吧 也不叫错觉了 我现在发现 其实中国法律非常健全 我一看这个跑道啊 塑胶材料啊 就是什么 都有规定 对 没人 没人理你 理你这个规定 就是 没人理是太对了 说的太对 就是没人理你 哎 其实就是我们 就是 法外之法 是吧 我们有法律 得拿条例 但是后边的 就是这个执行和监管 就是执行监管 很简单 而且就是这种 你说人可以对别人的生命啊 人命关系 忽略的 忽略的 因为它是一个互害 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互害的一个 一个时代 就是互相害 互相害 在加拿大 我的车道跑道 就是车道上 有一个小洞 那属于 车道属于国家财产 嗯 我不能自动的就铺好 修好 我就要他们 告诉他们这坏了